成绩好的在墙角滑站 成绩差的在台上讲课 今天的市场到底怎么了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ldMarkets盘后解析 GoldMarkets在线交易首选券商 今天是2月24号 星期三 我是Eric 首先是ASS200指数 下跌了60个点 收跌在6778点 今天的澳洲股市是真的有点不讲道理 先来说说领涨的IDP 来看一下他们今天公布的财报 收入是下跌了29% 稀税前利润下跌了43% 净利润下跌了49% 除了增长9%的数字化业务之外 其他的各项业务都是下跌了30%左右 但是他们今天的股价却是上涨了10个百分点 收涨在了27.3 目前已经来到了历史高位 只看财报的话 除了数字业务 也就是雅思基考这一块之外 其他都很惨淡 但股价却创了历史新高 说实话这已经是我的知识盲区了 有知道原因的朋友 欢迎跟我们交流 另外一边的主角是APX 这是一个处在预计每年24%增量市场中的公司 今天公布的财报数据是 税后净利润上涨了21% 收入上涨了12% 稀税折旧谭小钱利润上涨了23% 每股配息是10 cents 每年稳定增长1 cents 微软亚马逊 Adobe 西门子之类都是他的长期客户 虽然增长水平相较2019年有所放缓 但他们的许多业务都是因为北美疫情 而推后到21年才开始展开 因此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一家企业 但是今天开盘以来一路下跌 目前的价格已经来到了17.9% 下跌了11.5% 这两天的市场上下波幅很大 让很多投资人都有点措手不及 先来说说比特币 昨晚一度下探到了45,000多美金 据说是有49万的币名报仓 十分的惨烈 像特斯拉 Square 这些持有比特币的公司的股价 也是跟着比特币下跌了一段的 但是今天白天的时候 估计是咱们亚洲和大洋洲市场的投资人 眉头一皱 决定抄底 结果今天白天又给拉回到了5万美金的价格 另外黄金则是经历了前几天的上涨之后 来到了1805到1815之间的区间震荡调整 白银则是从之前28.3左右的价位 回到了27.5到27.9之间的区间盘整 现在的报价在27.6美金附近 今天公布的美国API原油库存是正的102.6万桶 比预期多了接近600万桶 算是给经济火热的原油市场降了降温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我们的内容记得点赞收藏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